檢方的藍色外套加藍白拖得 印小微助理吳順明遭到提訊 警貼在另一名收容人右手邊 似乎不想被媒體拍到 檢方在傳吳順明釐清金流 想方設法追出最後拼圖 檢方偵辦精華承認 這一週相當的關鍵 在下被告羈押期交滿 若是檢方週四前沒有申請延壓 那麼本週就有可能來爭結起訴 但畢竟舉止還未回國應訊 24號前檢方也可能申請延壓 繼續偵辦 近兩個月檢辦斗法 北檢求車道也宛如在押被告的 提訊大道 柯文哲每次提訊都穿著黃衫短褲 腳踩藍白拖 手銬也不遮掩 唯一改變的是不戴眼鏡 而外界就好奇是想表達什麼意念 其他主角也是各懷鬼胎 神經病似乎採哀兵策略 左輪以掛尿袋也有行動表達健康情況不佳 而映小微則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 非常符合明星出身在乎形象的作風 蛛牙虎則維持一貫豪邁風格 提訊時都大方讓媒體拍攝毫不扭捏 在偵查階段的任何時點 只要符合條件 例如提供案件相關的重要證據 有助於追溯其他共犯 而且經過檢察官同意 就有可能轉為污點證人 昨日台北市副市長彭正生 遭提訊總穿著藍色外套 甚至還曾露出詭異微笑 但他提訊的次數異常密集 外界猜測是否被檢方側動 轉為污點證人 每天的提訊大道總備受關注 竟然各大要繳 各自出招 三層固點雙紅色函 台北上報導